奶瓶检测的一些样品,然后这些都是一些有发霉啊,或者是奶字啊,或者是有异物的这一类产品,然后这个产品呢,是一个比较干净的一个OK的一个产品,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检测效果,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奶字,奶字这边的奶字,可以看到这边,可以看到有明显的一个奶字,然后我们这边, 可以看到它针对奶字的一个检测,这边是OK的,这边是NG的,然后这个瓶口这边的话,由于这个奶字会导致它的阴影起伏,所以它的瓶口这边的话也是检测到NG,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是缺口的一个产品, 然后可以看到它瓶身是干净的,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但是它这个口这边是缺掉了,所以它这边是NG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产品,它可以有奶字,瓶口这边的话有一点点力 然后我们看它的瓶口这边有点裂的话,它这边是油体线的,所以这边它NG掉了,然后我们这边可以按它这边奶字的话,这边明显可以剃的 然后我们再收下这种,我们再收下这种 然后这边的话是奶字的,这瓶口的话有一点锈字,然后奶字啊什么的,导致它这边的话,不是静音的一个量手 然后这个产品的话,它这边里面发霉了,然后这边的话会有个缺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产品 然后发霉这个还是很明显的,瓶身这边的话是非常的黑的,然后缺口这边的话缺掉了,所以这边是NG 然后这个的话也是奶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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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这边奶字很明显,这边就是 这边就是 这边有杂物 然后瓶口这边也可以看到奶字附在瓶口上导致它这边有的暗有的量 不是均匀的一个量圈 不是均匀的一个量圈 然后是这个 这个也是有奶字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有衣物 里面有个纸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有衣物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其实主要的应该是在这个底下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环境比较简陋 我们现在只搭设了两个公围 预计的话应该是要六个公围 会更加全面的检测 我们现在只检测到了这个 这个产品 瓶口这边这边这个一个完整度 和一个瓶身这边的一个结晶度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产品能够检测 那现在的话呢主要就是看这一块 呃这里有一些很浅淡的一些奶字痕迹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检测出来 然后这边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的话 它奶字的话一些灵性点点的还是能看到的 然后这个瓶口的话是完整度 也不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下一个产品 这个的话也可以看到是比较脏 我们看一下效果 他这边图片上看还是很明显的 这边 然后这个的话瓶口的话是挺干性的一个 然后这边的话这个是有一些秀剂 也喝一些那个奶子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看到它这个的话 这边的话是结晶度是不可以的 然后这边的话这个 这个从瓶口的正打光来看 这个瓶口的这个亮度 这个亮的一圈还是比较均匀 比较亮的 比较亮的 那它如果是有缺口 或者有碎裂的话 那这边的亮就会 就会断掉 或者是说这边的话 会有一个断开的一个孔子 然后这边的话 然后这边的话也是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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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比较严重的那种 奶子的话会比较严重 然后瓶口这边的检测的话 它是白的很均匀 而且它的瓶口也是完整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缺口的这个 首先它本来它这个的话 它就不够干净 它是很均匀的一层的 奶子 就像刚才那样它一块一块的 那实际上它这边的话 就是也会灰蒙蒙的一个存在 好这边瓶口这边 我们也可以很明显看到这边 就是如果说有个缺口的话 这个白色这个缓 就是这边就可以很明显看到断掉 然后这边是异物吸管异物 它里面可能会有吸管 然后它拿吸管 它这边就这 检测出来就是有异物 然后是MZ 然后瓶口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它的整个就是说 亮的是可以连成一圈的 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OK产品 这个是这个可以 这个是上面是没有脏东西的 然后瓶口也是完整的一个产品 对比山盘可以看到好的成品的话 这个瓶声的话是个很干 很干的一个状态 然后这个的话也是很均匀的一个亮 这就是具体的一个检测效果 对的